俗话说秋冬萝卜塞人参 从古至今这堪比人参的萝卜可是人们不可或缺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了清泉萝卜种植基地 让我们一起去拔萝卜吃萝卜吧 依总我来找你了 依总你好 我看到咱这个地里萝卜长得都非常的好 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萝卜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这个萝卜一定要等到双酱之后才可以上市 因为双酱之后天气会越来越冷 这个萝卜自身的它里边的淀粉也会转化成糖分 所以说我们吃起来的萝卜才是又脆又甜的 非常好 我看到这个萝卜是您刚从地里拔的是吧 我再给大家拔两个 好 这是新鲜出炉的微线萝卜 好 这萝卜一看就好吃 对啊 要不要咱切一个尝尝 好 那咱就尝一个 好嘞 尝尝 尝一尝 我们微线萝卜的特殊的割粉 听听这清脆的声音啊 哇 您这割的这个萝卜您看 这都成一个花了 这都是 来一块尝尝 好 我就不客气了 好 来 我们一起尝一尝 这刚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 脆甜多汁啊 而且咱们这个萝卜呢 还有这个咱们微线萝卜特有的那一股微微的这个甜辣味 对对对 没有这个甜辣味 它就不叫微线萝卜了 对 它一定是这个田里带一点点辣头 因为这个萝卜 它最有益的物质就是这个芥子素 芥子素 它本身它就是有一点辣头的 等待冷冷口感还会更好一些 非常好吃 朋友们 您也想来尝一尝我们的微线萝卜吗 来吧